今天,我們59人懷著沉重的心情,決定退出民主黨 在過去的一段日子,我們在黨內親眼看見林卓廷的卑劣人格 毫無政治道德可言,在所謂的雙重會籍問題上 我們看見了何謂黨同佛義 在新界東支部選舉,羅勇會員資料一事上 我們看到了何謂以權謀私 在馬安山錦英選區,我們看到了何謂雙重標準 在北區,我們看到了何謂態度專頁 而這一切都是民主黨新界東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和其團隊所導演的好戲 我覺得林卓廷在我眼中,在一個雙重標準 門上起下,專頁化的人 所以我也決定他出門專頁 坐在這個區議員的位置,始至是為北區的服務 但是大家都看到,我相信無論我也好 或者是街坊也好 都看到其實林先生似乎在地區投降的時間 真是一般地盤 所以其實很少在落地去解決問題 一句來形容,林先生就是指談私家論理 就漠視程序公義 不同的問題的根源,起源源於都是林卓廷 雖然他經常在媒體都說不關他事 是中委會的決定,不是他的事 但是我想大家留意就是 只要你深究每一件事 去到最後你都會發覺 其實每一件事的根源都是源於林卓廷而起 至少慢慢來 到這邊 大家いただ錄影 感覺都很ctors小 …